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第三节 我们继续邀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 来和我们讲解一下复杂性哀伤的治疗方法 医生想问一下这个病会否利用药物治疗或其他治疗去帮助病人 其实这十几二十年的研究告诉我们 一个复杂性哀伤的治疗 其实药物未必有很大的帮助 说到药物帮助这个情况 通常如果有复杂性哀伤之余 它是伴随其他的精神病患 例如抑郁症、焦虑症等等 这样的时候药物就是用来医 它伴随了的精神病患 其他的情绪问题 而不是那个复杂性哀伤本身 复杂性哀伤本身都做过一些研究 就是药物对它的影响 发现那个帮助不是很大 只是可以帮到一些情绪上 可能没有那么抑郁 没有那么低落 但是对于那种很核心 就是对于亲人渴求 以至令到他好像刚才所说 觉得生命没有动力 没有意思 又或者觉得好像和别人断绝了 这种感觉是没有什么帮助 很多研究告诉我们 这个情况复杂性哀伤 是需要做一个指定的心理治疗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心理治疗 但是其中一种 在现今来说 是最具医学实证之一的一个治疗 就叫做复杂性哀伤治疗 英文是Complicated Grief Treatment 就是由美国一位精神科医生 Professor Catherine Shear 创立出来的一套治疗方案 这个治疗当中包含了 刚才我们讨论过 那个哀伤尽情需要做的事情 包括我们需要 他那个治疗里面是需要 寻出究竟有些什么原因 是阻碍了那一位人士的哀伤的进程 例如刚才我们说 他是不是有一些思想 他有一些很逃避的行为 又或者他情绪调节的机制出了问题 亦都他可能和其他身边的人 没有了一个联系 令到他无法生活向前等等 这些这样的障碍 我们先找出来 然后就量身订造 帮他就着每一个不同的问题 去到治疗 其实那个宗旨 就是说的两边 一边是哀伤本身 如果他刚才说的那些 比较偏激的想法 又或者逃避的行为 我们可以帮他处理那些 之余我们会尽量带他去另一边 就是如何令到他对于生活 重新有一个希望 重新有一个目标 动力 和其他人有多一些联系 令他觉得生活仍然有爱 仍然有一个联系 有一个希望 治疗大概就是会有这样的成分 现在会不会有些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可能他们之前有些病人 就遇上複杂性哀伤这个问题 他是透过治疗之后 那个过程是怎样 其实过往过去十年都用这个 複杂性哀伤治疗 是帮助不少患有複杂性哀伤的患者 很记得很深印象 其中一位父亲 她是喪失了一个很心爱 很宝贵的一个女儿 那些女儿其实是有一些身体健康的障碍 所以她可能很早年已经过世了 但在她的女儿在世那几年 她和父亲建立的关系非常深厚 那个父亲可能由以往是一个 所谓无脚的小雀 很多很不羁的行为 直到她和这个女儿建立了这么亲密的关系 她真的相传父精神去到投入 在这个关系里面 很照顾和对她的女儿很紧张 但当她的女儿过世之后 她整个人没有办法振作起来 她没有办法做事 没有办法工作 亦都跟她太太的关系一落千丈 因为彼此怪责 觉得很多事情太太应该做得好些 或者自己应该做得好些 无相指责 令到她对于所有身边的事情 都觉得好像没有了希望 也没有了意思 终日就是怀念着她和女儿之间 那种的关系 会益住那种的感觉 令她真的无法投入 现实的生活 现实的世界里面 她来求医的时候 我记得她用很多的酒精 她也有一个自杀的倾向 跟她一路去谈整体的情况 发现她除了有复杂性哀伤之外 她也有瘀酒的问题 也有抑鬱症 我会跟她逐步去处理 先处理了抑鬱的问题 以及酒精比较用得重要的问题 之后我就跟她用复杂性哀伤治疗 去处理她的复杂性哀伤 经过大概半年左右的治疗 那个复杂性哀伤 是需要做大概四个月左右 十六折的一个治疗 做完之后她确实 虽然都有 当然她不会可以好像很轻松 她依然都会伤心 甚至流泪 甚至有一段时间她都会觉得悲痛 不过那种悲痛 已经再不让她生不如死 行尸就育那种状态 那种感觉 而她觉得她会接受自己有这些反应 接受自己有这些情绪 是代表她对于这段关系 她是很珍惜 她是很尊重这段关系而产生出来 那变了她想起女儿 看到女儿的遗物等等 是会觉得有一种甘甜的感觉 这样的 另外就是她慢慢开始 跟她建立一个生活上的目标之后 她慢慢可以做运动 她慢慢可以 将她的体重慢慢減轻 因为她之前是步步 吃得好 她減轻 而且开始去运工 这些过程 就看到她慢慢的人生 已经可以将她女儿的思念 将她重新定位 放在她心里面 不是要她放下 绝对不是要她放下 而是将那种关系 融入了她生命 融入了她心里面 永远跟她在一起 而让她的力量 继续向前 继续享受她生活 其他的风性 其他的丰富 谢谢医生的分享 其实刚刚也说过 可能她在遗蜜方面 有时观众也很想有兴趣知道 其实遗蜜 可能丧亲者看到遗蜜的时候 她们的情绪 会提醒她们以前很多 很多悲伤的情绪 会出来 其实要如何处理一些遗蜜 才可以有助走出悲伤 没错 遗蜜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一来 我们看到遗蜜的时候 很容易会提示 我们那个喪亲的事实 所以那种触动的情绪 可以很大 但第二件事 就是遗蜜 同一时间也是我们很宝贵的物质 是那位亲人 留下来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纪念 她会帮我们 可以重温到很多 以往和那位亲人的片段和点滴 所以在我们处理遗蜜的时候 要很小心 千万有些人问我 好吗 医生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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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哀伤 还没有去到一个 比较稳定 或者比较沉淀的阶段 的时候 不要做一些 闯处的决定 因为很大机会 有可能会后悔 如果我们去到一个地步 我们慢慢的哀伤已经融合了 我们已经整合了哀伤 我们很想有一些物件 去帮我们重温片段 那我们没有了 所以在未稳定之前 我建议如果你觉得太辛苦 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先 到你觉得自己的情绪稳定 或者你开始有一个感觉 我很想想起那样东西 拿出来看看 重温一下 那又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太厂着决定 好 谢谢沈医生的讲解 其实在理性上 新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不过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面对它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容易去处理这份爱上 所以鼓励各位如果真的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妨找信任的人去陪伴你 找专业人士去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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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